接着部落后山的坍塌处 村长林哲宇表达心中的担忧 受到403地震影响 造成绣林乡富士村石岭后山 出现大规模坍塌 大量涂石堆积在山壁上 距离部落不到200公尺 加上近期余震不断 让不少村民担心的 整夜无法入眠 华林地区自22号傍晚开始 余震不断 最大阵度甚至达到规模6以上 许原本就已经坍塌的富士村石岭旁山壁 土石崩落的更加严重 再加上气象鼠 针对华林地区已发布豪雨特暴 许多村民担心会引发土石流 23号早上开雪纷纷离开部落 前往赞助亲友家 两方面都不是有落实 尤其是那分界严重 绕路的话还要让大圈 另外十二林地区的村民 同样也因为四零山地震造成山壁崩塌 除了严重影响居民进出交通 若降雨持续不断 也随时有土石流发生的可能 就是只要是大理特报 我们就会强制所有的保全户 全乡的保全户都能够到收容站 今天我们的富士还有重德 以及和平城三个城 我们都会启动我们的收容机制 秀林相当表示 针对富士村石岭及十二林村民 已从下午四点起陆续实施撤离动作 撤离户数约145户 共395人 目前是将村民安置在临近的学校 另外在重德村及和平村 同样也因为有土石流发生的风险 公所也同步针对保全户进行强制撤离 后续将会是降雨及落实情况 再评估是否能让居民返家 约此行 晚安之不正的花灵 秀林采访报道